演员诚信如何管理 怎样看待演员人设这一现象 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冯远珍接受采访 谈了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2019年初演员翟天林学术造假事件引起众人关注 如何看待演员诚信管理问题 冯远珍认为大部分演员都很诚信 对于部分人炒作的现象呼吁有关部门进行监管 我觉得大部分人还都是很诚信的 但是只是可能某些时候会利用一些炒作 特别是现在的这种媒体过于发达 那么这是很多事情是处在了一个不可控 那很多人为了博眼球他会制造一些话题 那这种话题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是有 就是有有部门来监管吧 冯远珍认为演艺圈要做到诚信管理比较有难度 演员的诚信更多要靠自觉 这个诚信的这个事情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要凭自觉 你不可能说你给他一个限定 没有人去审核这些东西 而真正人设的崩插可能是在于事情出来了 如果事情没出来呢 可能大家还会去觉得是一个好事 或者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去做 其实可能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事情 两会召开赛季 近期冯远珍关注较多的话题之一是剧本的打造 他表示目前在话剧行业 包括影视剧行业中 剧本可能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希望艺术基金打造一个剧本基金 因为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他其实在一个好的作品产生的时候 他一定是先有他 先有他才能够创造出好的剧目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话剧作品走出国门 在冯远珍看来 古装戏走出国门较多 现代戏较少 对此他也有一些思考 可能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创作 还有一些欠缺就是能够让人家看到 它是一个好的作品 他能够在那边的观众心目中产生共鸣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冯远珍还表示 现在国外一些优秀的话剧剧本翻译过来的还太少 未来希望有更多国外优秀作品能在中国的舞台上呈现 除了我们要达到自己的文化自信以外 我们在文化自信当中其实也有包容性 就是也应该吸引很多国外的好的作品 在中国的舞台上体现 我说到自己的文化就能够让人按照 让大家看看 感谢观看